而這個長得很像藍正龍的這個強盜搶劫犯 我們以前呢曾經報導過他 那麼現在法官呢判他說都避重就輕啊 也沒有悔改之意啊 照一罪一罰的話要處44年3個月 但是呢因為沒有打被害人 最後是合併執行24年的有期徒刑 畫面上這位領著小平頭 長相酷似藍正龍的秋興嫌犯 在99年犯下多起強盜搶奪罪 還與同伙一起性侵女子 法官審理之後做出了判決 兩件加重妾盜 兩件加重搶奪 兩件加重強盜 一件恐嚇取材 還有一件強盜性交罪 如果依照一罪一罰的原則 秋興嫌犯需要處刑44年3個月 但是因為他沒有毆打殘害被害人 法官最後將他依照強盜強制性交罪 判決合併執行24年的有期徒刑 仔細看這位長相有刑的秋興嫌犯 外型酷似藝人藍正龍 都有農媒配上一雙迷人深邃的大眼 加上高挺的鼻子和輕瘦的臉頰 外型相當性格 曾經當過國道警局的替代藝男 年紀輕輕就連續犯下了 十多項的竊道前科 這個另外一件就是他跟隨這個被害女子 緩家四點都緩家到地下室 這個要求這個被害女子交互皮包 恐嚇其才得逞 如今法官判他合併24年的有期徒刑 他的大半輩子將在監牢裡反省度過 中天新聞何孟謙 何趙偉 新竹採訪報導